今天的活动由我和近两个月来加入我们的访问策展人刘宇斯主持 然后今天对谈的主题呢主要是关于自媒体 因为工作原因我多年以来始终与各路媒体人打交道 所以就是知道国内原本就很复杂的一个媒体生态 在近十年来因为网络化和社交平台而变得越来越复杂 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更复杂的现象就是个人自发组织起的所谓的自媒体平台 然后这些平台呢可以集中收集和传播自己各自感兴趣的信息和观点 然后这个对于一些我所谓的有识之士来说是一个忍不住的选择 因为它太方便了 然后这里面也当然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我们今天请来了三位嘉宾 然后他们分别是现在视频里的 哎 新闻不见了 就现在是视频里的一个刘艺元 然后他是做了一个播客叫做艺术有读 然后有一个张一一 他之前做了一个叫做所有的鱼的公众号 然后是整理的疫情期间的一些信息 但是现在已经停更了 但他就是始终还在媒体的一线 然后第三位是张欣伟 他又名张劳动 然后他是很活跃在那个独立纪录片领域 然后他是也组织运营了一个独立纪录片的公众号 叫做凹凸进 然后我们一会儿呢 请这三位嘉宾先做15到20分钟的介绍 然后我们之后再一起讨论几个相关的问题 然后大家如果都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在聊天的那个窗口里面留言提问 我们现在先请宇斯可以介绍一下 今天探讨这些问题的一个基础的背景 嗨 大家好 我是刘宇斯 我是目前中建美术馆的访问策展人之一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关于自媒体的线上对谈 是中建美术馆中在展出的展览忍不住转身有关的系列活动之一 然后首先我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展览吧 尤其是现在我们不能可能还闭馆不能去看展 忍不住转身这个展览呢 展出了是当在中国艺术中 大多是比较年轻的一代中 有历史转向的这个现象的作品 然后转身看向历史 换句话说就是艺术家 艺术创作和作品中或多或少 或者有意或者无意的对历史叙述和材料的阅读 选用 扭用 然后去演绎重塑历史的动作和行为 然后通过这次展览 我们希望能够探索解读一些 就是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转身历史的原因和意义 然后这个展览中的媒介包括各类多媒体影像 纪录片 影像装置 摄影 音乐等 然后其中作品中对历史的关注和个体 以色列的层面有所结合 比如说回看故乡啊 小时候的记忆 或者关注在不在主流报道中出现的群体和事物 然后这种结合从而生产出一种新的历史的现实和真实 然后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来看到自媒体呢 是因为我们策展团队通过 刚才我说的这些角度去思考历史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了媒体信息 媒体的新闻和报道性的文字 在给我们提供信息的同时 其实也在培养着我们的历史观和对自我 以及我们就是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并且在不断地让我们去储存 创造个人和集体记忆 以共未来的提取 然后从自媒体这一方面呢 就更是有特色和特点 首先我先提供一个 对自媒体的大概的一个定义吧 自媒体是指一种 比较就稍微私人化 平民化 以及自主化的一种传播者和传播方式 然后是一种比较现代化 还有电子化的手段 然后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大多数 或者是特定的个体 单个人的传递 然后是又可以有规范性 又可以没有规范性的信息 这种新媒体的组成 所以这个比较复杂 但它有时候也会叫个人媒体 或者草根媒体 然后自媒体的特别之处呢 我认为就是在与官方媒体的不同时 因为自媒体在把握一个 正在经历的历史时刻中呢 常常彰显出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 因此自媒体的创作和我们展览的主题 所关注的正在进行的历史叙述 和个人层面的缠绕的关系 是有平行之处的 大部分这就是关于 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展览 关于这个展览 以及和衍生到自媒体 现在这个对谈的原因和背景 然后我们首先 我们第一个发言的分享者是刘亦元 然后刘亦元也可以叫三米 他是毕业于伦敦苏富比艺术学院 从事艺术媒体的编辑记者工作很多年 2015年时候他创建了 Almost Art Project素人艺术节 和北京的Tabula Rasa Halang 同时他还在做一档 艺术读书的播客节目 《艺术有读》 大约是双周更新 所以我们现在先有请 三米为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好的谢谢 谢谢雨思 然后其实今天我是非常没有按照 就是两位主持人给我的要求 去准备PPT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昨天晚上在尝试要去做PPT的时候 发现真的音频节目太难了 我没有天然的这个弱势 就是本身就是一档 完全需要用听没有视觉的这么一个节目 然后要去准备一个关于我们的PPT有点难 我尝试着做一下 我共享一下屏幕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 现在看得到吗 看得到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网站的界面 我总共就只有三页 大概就是随便跟大家聊一下 我还是把我们的网站拿出来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就边看着这个我就边聊吧 那我们其实《艺术有读》是2017年底 然后开始录制准备 然后2018年1月份上线的一档 就是播客节目 然后其实在我们自己的介绍当中 我是这么写的 就是很简单有两位不务正业的艺术圈人士 主持的读书跑题节目 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节目除了我以外 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是胡胡 然后他是一位应该算是正在做二级市场交易的 就所谓做拍卖 艺术类拍卖的这个这么一位艺术圈人士吧 然后在他做拍卖之前 他也跟我一样 其实我后来算了一下 我可能做媒体也没有太多年 就大概做了四五年这样子 他之前也是一位记者和编辑 然后我们也是在当记者和编辑 还是可能更早的时候就认识了 然后之后呢 都有这种比较稀松的一些对话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的这个 就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爱好 不止仅限于艺术 还有更多更广的这个方向 然后所以当我想要说做播客的时候 我最先就想到了他 我想他肯定是会有听播客的习惯的 那么我们可能再要回到我为什么要开始做一档 就是所谓的播客节目 因为在2017或18年的时候 其实播客这个东西可能在中文世界当中 还是比较新的一个话题 或者是你去跟别人讲播客是什么的时候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到底这个形态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大家都不太清楚 然后这个我刚开始做呢 可能也是因为最早的时候 我就有听各种播客的习惯 当然是英文的播客 因为在英文世界当中播客也做了可能时间20年这样 我当时听英文播客呢 可能也更有自己的一个私人原因 也是因为可能长期在国外 然后后来回国了 回到国回国之后 就想要再跟正就是所谓的跟国际更加接轨一些 然后就开始说多听一些英文的新闻啊 然后包括西方艺术圈发生的事情啊 所以就开始听这个播客类的节目 因为他不需要就是说你人在当地 然后要收听一个广播这么麻烦 你可能是依附于网络就可以随时打开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么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听很多关于 跟艺术相关的播客 当然听的最多的可能是BBC的 类似这样子的艺术类的节目啊 然后呢再之后呢 我在开始有意识的会去找一些 想要了解一些就是艺术类的中文的播客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其实很少 非常非常少 几乎没有 有的我那时候可以找到的 基本上都是比较严肃的 像喜马拉雅会开一些关于艺术史的课程 是一些教授去像念稿子的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那种东西我就觉得它太枯燥和乏味 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有趣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我不可以尝试着自己去做这么一档节目 做一个我自己都会有兴趣听的这么一个节目呢 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可能是这样 然后所以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以前是做媒体嘛 然后可能我15年之后开始进入画廊领域 就是开始做画廊了 那么其实就跟以前做媒体的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生活习惯啊 然后包括工作习惯就完全转变 那么以前做媒体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可能早上要大量的看各种各样的新闻 你要知道你每天因为你每天都要写微信嘛 然后公号啊什么的这种 你就要大量的去汲取这些艺术圈的新闻 然后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是你的工作的一部分 那么变成了这个做画廊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离很多信息啊 离很多所谓的艺术圈的知识啊 你就越来越远了 所以呢我就一直有一点FOMO 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恐惧社交什么 恐惧社交什么证之类的 就是很怕错过什么新闻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再加上以前媒体养成的比较好的习惯 所以我依然是每天可能会看一到两个小时的 这个艺术类的新闻 我想说那我既然已经有了这样好的一个习惯 然后我又这个人又很FOMO 然后我又想要去有一个自己的发声平台 那么其实我觉得播客是一个对于一个已经有全职工作的人来说 最方便和最简单的这个切入方式 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也也还在给一些媒体写稿 但是写稿子变成文字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是自己的这个消耗的时间有点过多 然后第二就是其实这个阅读和传播力度 并没有你想象的没有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那么广了 所以我觉得播客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在上班的途中 上下班的途中就可以听比较轻松的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我当时我们找到胡胡 我跟胡胡一起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其实最开始最开始的想法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聊天的 聊艺术圈的事情的这么一个播客 但是那个时候胡胡也说过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在艺术圈的身份有点过于有一点过于尴尬 就是有可能有很多关于其他艺术圈 这个不能得罪人的一些所谓的不能得罪人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名门规定吧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纯像枪枪三人形那样 可以口无遮拦的这么一个节目 所以我们想要找一个切入点的时候胡胡那时候就说 我们可以试试从书的角度来切入 所以这就也为什么我们在介绍的当中 就写的是一个读书的跑题节目 我们的想象就是说书是一个切入点 然后最后我们希望聊的是 不仅仅是这个聊的这本书的本身 可能想要延伸到艺术圈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正在进行的一些讨论一些变革 甚至是或者是一些艺术艺术家的这个生平 或者是等等啊 就是希望用这个书作为一个切入点 然后与此同时呢 因为我们不再做媒体之后 其实读书量大量的减少 我记得我在做这个播客之前 可能一年能读个五六本书就已经很好了 就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忙 那么做了这个播客之后 可能一年的阅读量就猛增十倍是肯定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自我吸取的一个过程 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大概做了44期节目 基本上是一个双周更新的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因为有工作各种忙的原因啊 所以就是更新的也不是那么的那么的频繁 然后可以对这个是我们的网站 我们基本上的输出的地方就是苹果的播客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像喜马拉雅 网易云啊这样子的地方去做 去放我们的播客 但是我们基本上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收听来源 是苹果的播客 昨天其实尝试着想要准备的时候 也只不过是很简单的把这个叫什么 几个我们曾经一些我们曾经 曾经聊过的书的封面放在这里了 然后还有就是梦尼在让我准备一个15到20分钟的 这个演讲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想不出来 我还可以介绍什么 所以我希望两位主持人可以 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一些问题 然后我可以也许一问一答的 可以说的更加具体和更加有趣一点 那就请你介绍一下 你看这些书里面你印象比较深的 我看到了中间美术馆的那个出的书 中国作为问题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上上一期跟钱梦尼做 这一期的就是反馈就就非常好嘛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选书的一个标准啊 就是我们两个人喜欢 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主持人的那个叫怎么说呢 就是喜好的方向和看书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互补 就是说他可能会看到的一些书 我是之前从来不会在我的朋友圈 或者在我的视野内出现的 他会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书挺有意思的 那我会去翻一翻 然后我这边也是因为我因为自己这个工作各种原因 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英国伦敦 所以我看到的英文的这个英文世界的书会比较多 那么我也会去给胡胡推荐 然后我们就也会去讨论一些关于英文的话题 英文的这个书的话题 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聊的比较多 刚才说到自媒体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就是大家的这种观点是很强的 就所有的自媒体他们是有非常强烈强的自我立场和观点的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因为在聊书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不留情面的去说这个书写的好不好 当然我们就是不会去聊一本很烂的书啊 但是就比如说这个书有很大的 我们自己觉得很大的bug 我们就会很开诚不恭的跟大家说 他们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包括有些非常非常好的英文书籍 就比如说中间这个就Lonely City这本书 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还讲过一些 这个里面有没有 可能没放在里面有个白词之路啊等等 就是一些非常好的英文书籍 他们在英文世界当中的反响是很大的 然后翻成中文的时候没有什么回想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最后读了中文之后就发现翻译的一塌糊涂 我就觉得这些非常基础性的错误 是应该在节目里强烈批评的 那么我想当他们的编辑啊 或者是有什么听到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去就反思一下 为什么这么好的一本书 在中文世界里没有产生任何的反应 90%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翻译的太差 而且甚至翻译当中有很多事实性的错误 我觉得这个都是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前编辑来说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一种错误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没有人之前去指出的 包括我们可能现在去看一些书评 大部分书评所讲的东西都是 一本书的所谓的abstract 就是它的这个简介 然后讲完了就完了 其实它并没有很多评论性的东西 也没有作者任何自我的观点在里面 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节目在想要 同时也要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不但要告诉你这个书里讲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同时也是希望我们能把我们的一些观点性的东西 告诉你之后看看你有没有共鸣 比如说这本书你看完了有没有共鸣 你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启发 然后同时就是也会对这个很多很细微的文字工作做一些纠正 就我们有一期讲白词之路的那个嘉宾就指出了很多很多 关于翻译的事实性错误它甚至都标注出来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都应该给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去看 就告诉他们下一次要怎么去纠正 或者他们在再版的时候有很多可以提提高和进步的地方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就是前面您说讲中间美术馆这本书 我觉得我我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值得去推荐和阅读的书 因为很多原因就是我们在播客当中也提到了 可能主流的媒体不太愿意或者不太能去报道它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书名叫做中国作为问题 那像孟宁在播客里讲到中国跟问题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很敏感的词 那么那么自媒体在这个方面当中还是有自己很大的一个自由度的 所以我当然就是会很愿意的去 非常愿意去推荐这本书 无论就无论说它这里面有什么需要自审或者是需要去 就是需要去删掉的部分 我都觉得这个是自媒体的一个比较好处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本就是在这个屏幕里头中下边的这本 一个叫我爱阿尔巴塞的这么一个是一个香港作者写的书 也是我们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做的 然后因为像巴塞尔像我们做画廊行业的人可能就是都知道 就是巴塞尔那是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展会 那么这本这个艺术这个艺术 我爱巴塞尔的这本书 而且是在当年就2018年的3月份 跟香港巴塞尔同期出版的这么一本书 也是在可能香港本土有一些反应 但是其他世界或者是内地亚或者是其他地方 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报道和影响 我觉得它是从一个非常本土化的这个视角来讲 他怎么看巴塞尔对于香港这个本土文化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非常值得的一个一个一个反思吧 他而且他也是非常戏谑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封面全部是作者自己在 七年还八年的巴塞尔的现场的一些自拍 就是他写的非常反讽 我觉得非常有有意思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曾经介绍的书 其实现在讲一讲下来 我发现我们可能做的书 即使在艺术当中 艺术类书籍当中也属于一个比较小众的 好像是一个比较niche的这么一个方向 然后就比如说这个这本书叫是 Night Street Women 就是一本可能有一千多页非常厚的一本 讲这个西方20世纪女性当代艺术家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从1950年代左右一直讲到现在 这个关于纽约女性艺术家的一些故事 然后这些艺术家就是因为这两年女性运动很 很风风火火嘛 然后呢在艺术圈当中也掀起了一个 重新寻找这个20世纪重要女艺术家的这么一个 一个热潮吧 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其实也是在英文世界有不小的反响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不太会翻译成中文了 那我觉得它又很值得 所以我当时就说我们可以聊一下这本书 所以就也是非常辛苦的看完了这本书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对大概简单的介绍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 宇斯或者是孟妮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 一问一答的来 我们有一个观众问了一个问题 我就帮他问一下吧 他说能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关于策展的书籍吗 就是优客问的 哦但策展的书籍还挺还挺还蛮多的 就我想想啊 其实就是小汉斯出过一些 要不然我之后我再慢慢写在那个我们的chat里面 好啊 对这个正好时间也差不多 然后三米可以准备起来 然后一会写出来或者是一会跟着别的分享 因为我刚刚就在想 呃你们其实做这个艺术读书这个选题还 这个方向还是挺有必要的 因为其实对于出版社出版界来说 就艺术门类还是属于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门类 但是他们可能很多艺者或者是编辑 他们又不是学艺术的 或者是没有那么深的 艺术的背景所以这时候呃难免会有一些疏漏或者是选题上的盲区 所以这时候你们做这个事其实挺能够弥补一些空白的地方还蛮有意思 嗯对其实而且其实我们还经常在那个节目当中的时候去呃就是去说希望如果有编辑听到这期播客我们真的非常强烈的推荐可以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如果你们有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能力的话就我们经常会去会去有有这样的动作 但是嗯不知道有没有好那我我要不就开始下一个先介绍一下下一位演讲者然后议员你可以关闭对啊呃呃 接下来第二位是张欣伟张欣伟凹凸DOC联合创始人 纪录片导演创作老男人三部曲老张唐老师嘿老帆入围国内 哦老潘sorry入围国内外多个影展是first的青年电影展初选评委 广州国际纪录节优秀选片人曾担任广州时代美术馆黄边站研究员 研究项目为广东地区当代影像艺术 然后现在请张欣伟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事件 啊大家好我叫张欣伟呃能修得到吧啊可以 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PPT然后分享给大家那我先放PPT啊呃呃能看到哈呃呃 我下呃大家好DOC的联合创始人呃准备了一个PPT介绍一下我们凹凸净的两三式呃 我们是诞生于2016年是纪录片领域的垂直媒体 我们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垂直媒体一个是勤奋 我们的在2019年在微信公众号上有215.7万字的文字 当然这包括转载还有我们的原创呃传播力是超过了87.9%的那个微信运营者呃 我们有55万的综合阅读呃勤勉度也超过86.7%的那个创作者就我们虽然现在还比较小众但是我们还是蛮勤奋的我们做这个公众号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在独立纪录片领域呃还有打捞一些非虚构的故事嘛就是主要集中在呃包括非虚构的内容的生产和传播然后纪录片方面的展展展览和放映以及我们会做一些纪录片的 创作和制片工作大概是这几块啊这是我们之前做过的活动啊我们和那个知乎合作过一个非虚构写作叫监狱残酷物语的一个呃付费阅读啊这个在知乎上可以做然后还跟那个呃深交做了一个影评大赛我们是负责纪录片单元的影评呃我们自己做过线下放映是那个凹凸放映从昆明出发已经做了第五期了然后我们现在呃 呃比较推的一个叫线上公月计划已经做到第九期就是在我们会有一个呃呃公月群然后会把影片分享到网上然后大家一起呃呃一起在群里讨论我们也会邀请那个片子的导演或者是嘉宾在这个群里进行讨论这个在疫情之前就疫情之前就开始做然后因为疫情然后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呃同时我们一些合作的平台我们是今日头条的优质内容创作者 还有澎派号有个派克号的呃最早的入住者然后在知乎搜狐猫弄和大风号包括腾讯网易都有一些那个呃相应的一些账号我们之前是跟FORCE的合作过我们是他的深度合作媒体然后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也是他们的那个深度影评媒体山一啊然后纽约华语然后就是厦门的high source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以及北京的国际绿色电影之后我们都是合作媒体 呃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框架我们大概凹凸进现在的核心运营重员是十几个人有分为四个部门就是运营编辑对外移财务财务这块比较少因为我们现在到现在很不好意思就是还没有盈利啊呃我们主要是就是最重要是运营负责刚才说的一些平台的公众号平台号的一些运营包括我们有两个微信群呃有两个微信群基本都已经到500人了然后还有线下展映和线上公约呃我们的 这个稿件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们是会有一个呃自己我们自己编辑记者会自己写稿有原创内容然后我们也会呃通过一些平台去去对创作者进行一些约稿然后这个也分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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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国内了约稿完以后我们会交给那个编辑进行一些稿件编辑还有排版呃然后同时我们也会翻译一些国外的一些呃纪录片方面 或者非需购方面的一些文章进行一个自我翻译然后对外呢就包括外联商务合作和电影节的合作嗯这是我们做的之前做的三个选题我们曾经做过一个2010年代十家华语纪录片评选大概是邀请了26个导演呀专家学者然后他们最早出了一个46部片子的一个片单然后网友进行投票选出了这十部作品 然后这十部作品在中国的独立纪录片里面算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我个人推荐大家这些片子可以看虽然可能网上还没有资源但是呃我们也有时候会组织线下放映也希望这些片子能够让观众更多观众看到呃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做了一个凹凸乌满的一个女性专栏现在已经做到47了这也很巧就是我们的粉丝我们的粉丝画像里面其实男性是占到58%女性是占到40%几 然后有的有一个那个观众就会说我觉得你们那个呃公众号做的挺好但是就感觉那个直男味太重了就感觉直男味太重但实际上我们的十几个编辑记者里面呃男生男性只占了四个所以其实我们有发现就是哎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呃也应了我们的读者以及我们的女编辑说我们要做一个女性专栏所以我们在每个月的8号 那一天是我们的凹凸乌满的一个女性专栏的一个呃呃一个节日吧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做了四期了包括和卢挫卢舌之春合作包括我们也评选了一个推荐了一个就是比如说20个呃中国的优秀的女性导演的一个呃推选啊然后最近我们还做了一个叫武汉的专栏就是我们是一个纪录片方面的垂直媒体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呃就是纪录片的朋友 还有纪录片导演的朋友还有观众还有一些就是想创作没有创作的人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建立了个群叫武汉疫情纪录片人信息群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有一些外地的导演会来到武汉去拍摄但是他去那儿就呃一问三不失所以他会在群里发布信息比如说哎我想要去哪个地方去拍东西有没有武汉当地的一个纪录片摄影师或爱好者能不能当一下向导包括里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哎我呃呃 嗯就最近的就是最近这个群还在火队虽然疫情已经快结束了就比如说那个现在那群关于疫情的纪录片已经开始剪辑了有些导演说哎我可能缺一个某个比如说五大樱花的航拍我缺一个镜头我就会在群里和大家说哎能不能去去呃购买一下你的素材我们建立这样一个交流群然后信息信息量还挺大的大家交流起来也很丰富然后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做了一些非虚构的写作关于武汉疫情的文章我们转发了27篇 其中原创的是10篇包括海外疫情和武汉外的疫情呢是呃又是6篇这是我们最近做的这个三个选题然后这是我们做的纪录片方面的一个制片工作嗯我剪了一个简单的片花给大家看一下嗯稍等啊我共享一下那个 你记得选共享电脑声音有看到吗嗯看到有 嗯我第一次让新娘去做的脱补正种可能是三天两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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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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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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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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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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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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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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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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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